那我们赶快来邀请这个杏儒来为我们分享 他真的是说到天地的礼物 我倒数不完 对啊真的是很难讲 要讲完三个小时 那我就总结就好 就是其实我是去年的9月17号 来到超马的那个网路工修的课程 那之前当然我是在8月底拿到这本书 那我用四天的时间我就看完了 超级生命密码还有那个英国密码 我就看完了这两本 那我就很深刻的体悟是因为 为什么会这么下决心 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祖先 我自己的 我因为我是台湾的第三代 但是我不是跟老奖一起过来的 那我们家是就是我的真祖父 就是在当代就是清朝的炭化 所以我们是我是福州人 然后所以我们在那里应该是 也是很有声望的人 那是我们不是因为逃难来的 是因为我的真祖父觉得 那时候的清朝就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我的祖父是大坊 所以他就叫我们说先来到这里 然后另外一坊就去海南岛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 是想要来观察台湾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 或比如说经商或什么 所以我就留在了台湾 那当然我们是因为我看到这个英国密码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第三天 第三天我就是看一半的时候 然后结果我在看到我是十二点开始看 结果看看不是不是我是从十点开始看 然后看到了那个十二点的时候 我觉得别人有一点累 然后我就想不然醒醒一下好了 然后迷了以后结果就到了一点四十五分 我就醒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我醒过来的时候是 因为我梦到了就是有一条大河 因为大陆的那个河是你从这里看不到彼岸的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掉到那个水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讲说救我救我救我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忙我就很忙一下 要找木头一下子就是找木棍 一下子找绳子一下子去叫人 反正我就很忙就对 梦中里面我就很忙 可是我发现到我在梦里面 我一直想要用我的手去扔他们起来 可是我怎么拉都扔不当 可是我又很急 所以我在梦里面就是一直一直跑来跑去 一直跑来跑去 结果我在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就醒过来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只要醒来 我就一定会看时钟 所以我都很准确的可以跟你们讲时间点 然后其他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夸张 我连头发都是湿的 就是我全身都是湿的 衣服是湿的 枕头是湿的 所以那个梦境简直就是好像是真实的 发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那时候我就还很喘 就想说还很喘 然后我就觉得太大 然后可是后来我就会马上回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 因为坐过来 然后是不是比如说城市河流 然后就是给人家探官无力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没有把这个洪水的事情做好 所以导致很多人掉到河里面去 所以我就等于梦回到累市就对了 也许是我的祖先 也许是我 有可能就是我 那只是因为我这一次化身了我 我现在的我 那我就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 觉得一定是跟我有关系就对了 就算是我的祖先做的也是我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我就是那样想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难过心里很难过 然后就想到说我们这一次在 就是历经了所有的大起大落 然后这个就是上天不断的在警醒我们 但是我们却毫无灵性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一直只是跟着这个洪流 一直在人生在走 所以那个时候当下我就开始沉淀下了 我就想那我既然我看了这本书 那我梦到了这个梦 一定他在跟我歧视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就这样想 所以我就那天就没有睡了 我就直接到天亮 我就一直开始思考这个人生未来的问题 所以我总结了一个问题 一个答案就是我赶快把那个英国密码全部看完 所以我当然就在人口把整个是我的看完 那我在看完以后 我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决心 其实是因为我看到那个英国里面密码 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 他说如果我们这一次 如果我们可以过得很好 即使你的家人都是神仙眷属 就是大家都过得很好 和和美美 可是如果万一你的家人是冤勤眷属呢 那真的就是没完没了 那我自己是做人力仲介的 所以当我看完这整本的时候 我忽然就醒悟了你知道吗 我就想到说我所有的客户 然后他们家所遇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面对每个家庭 每个病患跟他们家的小孩 跟老人的态度跟病人的态度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醒悟 当然这个就要讲很久 当然就不要讲了 反正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就想到说不行 那我们一定要 既然老师已经讲到这个点 就是猿群眷属跟神仙眷属 那我要如何从老师这本书 将我的猿群寨主 猿群眷属把它转为神仙眷属 我那时候立即就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想 那我就一定要赶快想办法 所以我隔天就去找陈胜学长 我就跟他分享这件事情 然后他叫我不要怕不要怕 我说我不会怕啦 我会来找你 我就是在想一定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那就是陈胜学长你要帮助我 因为我对我现在才赶进来 我懵懵懂懂不懂 所以那时候陈胜学长就跟我讲说 那你就忏悔啊 然后发愿啊 我说我忏悔就很发愿啊 那怎么弄 所以他就教我 你知道吗 他就说 树里面不是有交吗 我就说是哦 好啦 那我就回去忏悔 我就回去忏悔 然后就回去发愿 可是我要发什么愿 我根本刚进来四天而已 去新生而已 然后他就说 你就是要跟你累世的这些 你觉得就是反正你不管 虚空中这么多 你就可以去忏悔啊 好我就知道他有方法做嘛 反正我就听话照做 然后就做做 9月17号的时候 因为他们就叫我去共修嘛 我去往不共修我就说哦好 所以我就第四天遇到那个秀 就是遇到秀景 遇到他 然后他就带领我进去 那也很亲切 我就进去以后 就好 你就上课就上课 反正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 反正后来那个 我就说那我除了忏悔 那我到底还可以做什么 他就说你就发愿啊 我就说发愿啊 那我怎么发 懂 他就说 你就跟太阳公公讲啊 我说我跟太阳公公讲 我去马路再跟他讲 然后他就说不是啦 你去找一个地方 你看得到太阳的就可以了啦 我就说哦好 我就说那我发愿 我怎么知道我发得愿对还是不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那个太阳公公 跟你有对应 你就会觉得 就会一股暖流到你身上来 然后你就会觉得就热起来 我就说哦是哦好 那我就回去试试看 我就真的就去 因为我家有窗户嘛 我的房间有窗户嘛 所以隔天早上 我一起床 摔羊洗脸洗澡完 然后我就真的跑到那个窗边啊 那我们家 因为我房间是榻榻米的嘛 榻榻米的 那我就跪下了 我真的跪下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就说做梦啊怎么样怎么样 我诚心忏悔 那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但是我就想那个陈测学长 他有送我那个书来 不然我先跟他学习 我先送五本 我每个月我自己拿钱出来 先买五本 然后送给所有的有缘人 如果那个太阳公公 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的话 你就给我一个 呃 那陈测学长想着说会很暖流 真的是这样哦 结果我就给他磕三个头 我真的就磕他磕三个头 结果磕到第三个头的时候 我是讲真的哦 我就忽然觉得一个咻 真的是这样子 就在咻跑到我身上哦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身上就开始暖起来 我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真的 然后我就想嗯 然后回去就跟那个 就遇到那个陈测学说 真的哦 我跟你讲哦 真的咻啦 就才可以暖起来 然后陈测学说对啊 对这样子就跟你有连结 我就说哦 好好 所以那个时候肯秀女 她知道我就常 那个陈测学长输不够了 你再帮我晚上半九点 还叫陈测学长给我送出来 就是超过五本 我也还是再去买就对了 就是赶快再去送这样子 然后后来过一阵子以后 我就觉得说陈测学长我觉得哦 好像力量不太够呢 我就一直讲 他就说啊你就是继续就是忏悔嘛 你就是发愿嘛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跟他讲啊 就是比如说哦 我开始讲的就不一样 不是跟他有什么讲 我就跟父能量讲 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欠你们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欠你们多少 那我就是尽量做了 反正哦 只要我有办法做的 有的得资料 你们全部都可以拿走 然后我会尽量做 你们就是尽量让我顺一点 我就是尽量去做这样子 我真的就是一路 反正我觉得每次只要 我觉得有点卡卡的 我就会再跟他讲一次 这个是秀锦教我的 跟父能量讲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 然后每次我觉得卡卡的 我就我就再去讲一次 然后就再跟他讲说 不然我现在还在多做什么 然后可能就是太多了 所以不够用 然后我就再多多做一点 然后就是这样子 我就发现到 我差不多到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有一种 常常会听到声音 但是我不是幻听 我可以确定我不是幻听 我就常常他就是会告诉我做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啊 我就听到他真的跟我讲说 你怎么不去做人力仲介啊 他说你可以再回去做人力仲介啊 我一开始就觉得奇怪 我这个我跟你讲 我已经四五年没做了 我就想 叫我回去做人力仲介 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幻听 可是第二天 因为我都是十二点开始看书 第二天我要看看 看到时候一点多 就会有个神在跟我讲 你把他回去做人力仲介啊 第二天我真的听到同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想 这个就不会是我幻听 然后我就隔天我就天亮 我就跟我老公说 那我回台中一下 我没有跟他讲我要干嘛 我也没有跟他讲做梦的事情 不然他会他会吓我 然后后来我就回台中以后 真的就是很神奇 我一回到台中 就有人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说 哎我有个朋友 他哥哥中风 你可不可以去帮他办一个外来 真的就在路上 就有人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说奇怪 我说好那你给我电话 那我就跑去跟那个人讲 讲说那个时候 我们办一个外来要五万五千块 五万五千那个时候 那我去我就告诉他 我怎样怎样怎样 啊五万五 他就说哦好 我现在马上领给你吗 他说我要马上领 我说好啊 不然你马上领给我 他真的就去提款机领给我 我还跟他问说 啊你不怕我跑了 哎我没有想到 他就跟他讲完了 他就跟他讲到没有 他根本不认识我你知道吗 只是一通电话而已 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啦 反正你就帮我办 然后他就他就给我钱了嘛 我就去帮他办 结果再隔一天 再隔一天而已哦 然后就那个交来阿嬷 那个交来阿嬷你们知道 的朋友一个老师 结果又打掉 可是这个人我只有跟他一面之缘 只有跟他一面之缘 他竟然记得我 然后就打电话跟我讲说 哎幸福啊 那个为了朋友在杀戮 然后他的爸爸就是那个 有点失智 啊你可可去帮他办个外啦 哦我就说啊 我就又跑去杀戮哦 那是一个工厂的老板 啊我进去就跟他讲讲讲讲 哦这样子五万五 哦他说好啊 我现在要马上钱给你吗 我就说哦好啊 那你就给我 那好那我会给你 他马上就会给我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 哇中间这么好做 那讲多少就多少 没有人给我杀戒 我就讲真的 那我就想一件奇怪的是 上天要送我这两个礼物吗 我那时候这样想 要送我这两个礼物吗 结果问题是 我那天回来后 我一个礼拜哦 我每天接到一个case 哇 而且这些人都我不认识的 我都不认识他 然后就有人打叼口说 是几年前你还记得吗 你曾经给我一张名片 哦我是是哦 反正我电话没改过嘛 然后他就 我现在需要一个外号 你要帮我帮我帮你 就这样子总共 一个礼拜有五件 我现在先讲哦 一个中间的我一个月 有一件就很了不起了 嗯 结果我是一个礼拜五件 哦 真的哦 我想是真的 然后我就想哦 这个就是他 那个告诉我那个生意的人 叫我要回来接case 我那时候就想 我去接到五个礼物了嘛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再回去哦 我就再又回去高雄了 我就想啊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自己这样想就回去 我还是继续看书 我就继续看 结果又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后 然后半夜哦 我就那个那个哦 就听到一个声音 就跟我讲说 你要自己去开 你赶快自己去开一张牌 能力中介的牌是一张要三百万 保证金 然后给银行的哦 死拿的 放在那边不能放三年六个月 好 结果我心里就想我哪里来的三百万 这个一定是这次就真的换听 我就不相信我明天还会听到 我就自己跟自己这样讲 然后结果就又隔天哦 到晚上哦 我真的又听到那个声音 他就跟我讲说 你怎么不赶快再去开自己一个牌 那时候我还跟他对话呢 我跟你讲真的 我就告诉他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我真的就跟我讲说 你就不要再开玩笑 不然哦 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有幻听哦 我会这样跟他讲哦 那但是没有声音 可是我告诉你哦 结果隔天又隔天 然后就又有人打电话给我 说他当外老 那就没办法 我又要从高雄又回到台中 我跟你说真的 我从这一次回来台中到校 就没办法回去高雄 你就知道我有多忙 就一直在接Case 一直在接Case 然后就到有一天 然后就我的员工跟我讲 我们养白虾嘛 我们在高雄养白虾 然后白虾的员工就跟我讲 老板娘老板娘 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 做那个能量水的老板 就是发明人 说要来跟我们公司 要来跟我们的厂子合作 要跟那个农委会申请那个补助 我就说啊 你就自己处理就好 他说没有 他说我不是老板 没办法跟他谈 你一定要自己来 我就说哦 好啦 我就又下去 又下去 下去的时候 他就讲明来意嘛 我就说哦 好啦 那我就跟我们师傅讲 好啦 那你就哦 我们这个你就弄那个池子 几个池子 你就帮他做那个记录 你就给他就好了 反正他是要给那个农委会的嘛 如果弄得好的话 那也是造福农民嘛 那大家都不要用药啊 不是很好嘛 我就这样想 然后结果这个老板就说 啊你都 你都不用问要什么好处吗 我就说啊 也 啊有好处再说吧 反正你到时候想给我就给我 没有也算了 反正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行业嘛 他就觉得我怪怪的 我是很怪怪的 你知道吗 就我并不知道他旁边有一个是龙虾大王 跟他一起来是一个龙虾 就是你们现在吃的龙虾 大概都他进口进来的 啊结果他就觉得我这个是怪怪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哎吴小姐你是 我看你这个人不像是养虾的人 那你之前做什么行业的 我就说哦 我做人力重建 我做我做26年 如果你做26年 这么久 对啊 你现在知道我的年纪 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逗就对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 可是我看你就是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人 我说养虾也很有能力啊 并不是要做人力重建才有能力 我就跟他聊天而已 然后他说 他就记住我 结果他回去金门以后 他就去告诉他一个朋友 就说哎 我跟你讲这次去台湾 遇到一个那个吴小姐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然后他也不会要求要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还做人力重建 对啊我跟你讲 然后他做26年 难怪人的那么大气 也不会跟我们计较钱 然后他就讲 结果这个人一听到 人力重建这四个字哦 然后他就马上说 那你可以介绍他给我吗 然后那个楼下巴掌就问他说 啊你要认识他干嘛 他就说 我刚好去台北去找我一个朋友 说我想要开人力重建 我朋友跟我讲要800万 那我就想说 如果我透过他这样26年 你今天不想不到小朋友的 可不可以少一两百万这样子啊 然后结果他就打这样给我哦 就把这样的事情讲 他说可不可以少一两百万这样子 我说没关系啊 你来再讲 我就这样跟他讲 他真的从金门做 хочу来盘找我 然后找我就告诉他 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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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不用800万啊 你拿300万出来就可以了 而且那300万就是定存 还是你的名字 立行造理 他就跟我讲 你讲的是真的吗 我讲真的 真的 我通常不会讲假话 我们是有在泰民车的老师 这里上课能讲假话吗 然后他就觉得 我们一起不要上 结果他也说 然后说你讲的 我说等一下 我就马上带你去中国信托 然后请唐远出来跟你讲 这总不会是假的 对不对 我就真的把他带去中国信托 然后让他跟他讲 讲完以后 他马上就跟他老婆讲 我们就马上回去金门 拿钱过来 就交给他们 帮他处理后面这个事情 一般人会觉得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结果我就在想 搞不好这个是诈骗集团 可是我又想 我应该不会遇到诈骗集团 因为我在这里 我看超马的书 应该不会遇到诈骗集团 就想搞不好这个就是老师 要给我的另外一个 很大的礼物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我跟你讲 我跟所有人讲 每个人都跟我讲说 你可你快笑了 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讲 我说没关系啦 反正本来就没有 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 那如果没有 也不会怎么样 也没有什么好怪 就别人的 如果有呢 那就是表示 你看我们看书就真的有用 就是这样子而已 也没有什么损失 那我就没有 他真的就飞过来 他真的就飞过来 说我什么时候飞过来 然后马上就跟我们去银行 然后拿了三百万去帮我做保证金 就这样子 结果我就很顺利的拿到这个最重要的保证金 然后就去跟老会申请一张牌 所以我现在五月九号 我已经有这张牌 所以你看我都没有拿 没有拿一块钱出来 就成为一家装备公司的老板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我认为 会有这么大的改变的原因 是因为老师都有请我们看地址柜 然后在看地址柜里面 他会叫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其实我们就是跟着这些 为人处事的道理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讲 若是一般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去生活 我们一定第一个考虑到 你给我什么好处 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正常人 我以前是正常人 一定是这样子讲的 可是我就发现到说 自从我开始进来查码以后 那我们也看了地址柜 然后也看了很多的书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先 老师就有说的 说的事情都要返求租金 我们就去想 我们如果要跟着老师的脚步走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要跟着宇宙的定力来走 我觉得这样的力量就会很大 其实那时候我就慢慢因为自己也改变 我不再用我们自己以前的那种知识来生活 我认为就是凡是 我就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的决策里面其实我都会考虑到说 我最近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里面曾经讲过什么 那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那我就发现到说 当你越无所求 其实所有的好运都会再跟着你过来 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承接外劳也一样 比如说有雇主对不对 他要承接外劳 其实这个外劳明明已经别人承接走了 那是我就失去一个机会 可是就很奇怪 那个中介还会打给我 无小姐你还不要承接那个外劳 我说他不是转出去了吗 他就说没有 后来那个中介又说不要了 我说好那我就把他承接走 就是常常都会发生这样 后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常常又听那个营运长 就会跟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的人生喜事 那个凶险万分 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我们所有的路程里面 我们的生活进行 常常就是围绕着很多那种就是惊险万分的那种情节 那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要一一的去化解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什么 我们自己的灵要有很灵敏的那种 那种自己的感觉 比如说像我自己都有觉得卡卡的 我就很简单 我那天我就整天我就开始一直放那个老师的音乐 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就不出门 然后我就在家里对不对 就看书啊 或者是那个就放老师的音乐啊 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就放音乐啊 甚至有时候就是像我有时候会觉得睡不着 其实那个就是负能量的时候 会有睡不着的时候 我就开始念那个感恩思俱记啊 我就是先忏悔 忏悔完我就开始念感恩思俱记 就我就睡着了 隔天起来就会觉得就是能量就很强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每次如果你觉得卡卡的时候 我就又跑去跟那个负能量懺悔 一定是欠太多 我一定是又欠你太多 然后让你让你觉得不舒服 所以说就我现在会觉得卡卡的 那我就会再跟他讲 好那我再加码什么 那请你们再松手一下 让我再好好的做一下 我就发现那马上就马上走 马上那种感觉就是马上就是那个 那个阻碍就会马上就是可以解决 这就是我自己真的很深刻的体验 就是老师教我的方法真的没有错 就是我现在的最大的感受 就是其实父母生我们 那父母是教我们就是一般自私的 就是用我们意识在教我们 别人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那我们进入超马以后 其实就是我们是天地在教我们 老师用天地的力量在教我们 只是我们是真心认同 那如果真心认同的话 我觉得你就会常常就会有那种 就是灵感 其实就是那个灵感 就是告诉你怎么解决 这些下一步怎么走 会怎么解决 我就是发现到 我就是每每在那种很艰难的时刻 我就一定会马上有方法可以解决 就可以想得到 就是可以马上想得到 就是很奇怪 然后连我女儿都问我说 妈妈你这个是 这个方法是哪里想来的 我说我就在房间 里面固然间就想到 他就会一直认为说是有人教我 可是我讲真的都不是 就是我自己会在房间里面 我就沉淀下来 我看书也没关系 就看书 可能我看了半个小时后 我就想出方法 真的 我这个是我自己深刻的感受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路 其实讲实在我去年到今年 我是人生过得非常的惊险万分 我随时都会破产 我真的是随时都会破产 那我现在这样子慢慢的走上来 那我现在发现到我是不会破产 然后人生就会过来越来越好 那时候休息就跟我讲 那你要把这个事情要讲出来 要让大家都知道 不然其实我是不太想讲的 因为我就不会很想到出去讲这些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会以我是怪力乱神 但是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说 真的是导师教的方法 我可以在这里肯定真的是100% 而且你看我去年9月17号才开始共修 现在才5月份 也没有很久 真的没有很久 而且就假如是这一路走来 是每一个都很惊险 所以我真的每次 余印长在讲那个惊险万分 我就生有七七焉 我觉得我真的只要没过 踏错我就是 就掉下去就摔死了 真的就是马上摔死 马上就破产 真的喔 就马上破产 可是我就是一路这样子有办法 这样子一路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就一定会出现贵人 帮了我这个什么事 帮了我那个什么事 然后就这样走走走过来 像我最近我就讲一个真实案例 可能你们不 我讲出来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啦 结果我把我的房子卖掉 因为我为了要减轻我自己的债务 我就把我的房子卖掉 结果我就去找那个房仲 我跟你讲我找了各大品牌 他都跟我讲 我相信我跟你讲 你这房子大概只有只2400、2500 结果是卖掉多少 是卖2900 对 然后我就是找那个房仲 当然是我认识的 然后他就帮我卖2900 第二个重点不是在这里是 因为我的房屋税要缴300多块400万 可是如果 正值税 对 就是正值税要快400万 因为我是在台中七期的房子 如果我是要支用的话 我的税金只有100多万 结果我就跟那个买方 我就请那个房仲 他们他也是认识我很久 他认识太监是我的员工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要去跟那个买方讲 就是要让我等一年后再过户 一年后让我先用自用的住宅 我把我公司先退出来 然后一年后我们再过户 然后但是你要先付给我700万 如果你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成交 结果你知道吗 竟然去跟那个买方讲 买方竟然说OK 这根本不可能 谁会先拿700万给你 然后都没有设定 房子没有设定 先给你700万 然后就让你就说好 你一年后你再过户给我 如果是你做得到吗 你一定做不当的啦 可是你看我就是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 他就真的当天马上开700万给我 说好那你去付你的一些银行的贷款 然后我就就可以过关了嘛 我过关以后我后面就简单了嘛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就跟他讲 其实我可以讲 我其实去跟中租借钱 然后我跟中租借钱以后 被所有的银行给我追杀 所以差一点我都快破产 我是讲真的喔 所以我是不是势必一定要先去 把我的中租先还掉 那我的所有要力才会 才会转了我正常一般银行正常的贷款 的利率是因为这样 结果我会就差一点被中租的这种 代表差一点就是被正常的银行追杀 差一点就怕破产 结果就因为这个贵人出来 他愿意先拿700万 就让我先去换中租啊 然后我就再把他转贷去别的银行 其他的债务转贷去银行 所以我就整个我这所有的利息啊 还有我要支出我就少一半了 所以我就当然可以过关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连这么奇迹的事情 我都可以发都可以发生 所以我才讲说真的是 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方法 都是真的 我可以确认绝对没有错 真的 然后大部分像很像 有一些同学他会问我 他也是会跟我讲说 那为什么我们看了以后 都没有这种感觉 我说因为你还在怀疑中啊 虽然你都有来上课 虽然你都有来上经营会 可是因为其实你还有怀疑 因为什么 因为那别人怎么会没有 其实一开始他在讲 秀锦在讲说他以前他怎么样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怀疑的 真的这么好吗 真的哦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 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 哇这样讲真的吗 可是我后来就想说 我都来这里了 我还要怀疑什么 我那时候就想 而且我又想到说 我那时候不是看书吗 我第三天我就梦到那个大洪水 我就想那我在怀疑什么 那我如果当你都怀疑 其实我自己就没有办法 跟天地连线啊 那你都怀疑别人 人家为什么还要跟你做好朋友 我那时候就这样想 所以那时候就想 那我就是不要再想了 我应该要去想这个书里面 到底告诉我什么 所以我就重复看 我这个是重复看的 然后每次看看 哎对哦 上次怎么那一句没看到 那时候就想 哎但是什么 感觉上那一次没看到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就再看 所以我就发现了 为什么老师要出这么多本书 就是因为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的忘记 然后可能又从别本书 又引回来到我们的本书 然后就这样子反复的就是去连结 我就发现了 就是这样反复的连结后 我就发现 哇 那个效果就是更好 所以我现在就等于说 我现在想到什么事情 我就马上会想到方法 然后而且那个贵人就跑出来了 我讲的是真的 没有一句是假的 对啊 所以我就说 你看我没有拿钱 竟然会有一张牌 然后你看这个房贷的事情 我刚才讲的嘛 所有的仲介88品牌都跟我讲 不会卖超过2500 我就卖2900 而且他还答应我这个请求 就是要让我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挣职税降200多万 就是只要让我卖一年过户 我就是可以降200多万嘛 他还说好 就让你可以降200多万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看这礼物够不够大 够不大 很大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那个老师 感谢老师搞笑 感谢那个运营长 还有就是为我们操马 所有付出的人 所以我就是 因为那个什么那时候就是 不是我就是出现的那个 愿意帮我付300万保证金去做那个人开牌的人嘛 结果那时候我跟你讲我讲的都是真的 然后我就跟那个什么 我就跟那个什么 就晚上忏悔的时候我就讲说 我现在除了买书以外 我觉得我应该再去注意 我应该再去注意 然后所以就 这个才是更奇怪 我就按按那个什么 祝福那本 那是一本7块钱 住的秘密 住的秘密 秘密嘛 然后7块嘛 我就想好那200本好了 那是不是就1400 就你知道吗 我按200本跳出来就202本 就变成1400 我想我不是啦 我是要200 我就再按一次200 我跟你讲 我再按那个 按下去结账 他又跑出来1414 我就奇怪 我还一定是我自己 指头太粗 我再按一次 我跟你讲 我按了三次 每次都202 然后每次都1414 忽然间 我说1414 1414 我觉得他们是 一书一书的一书 我就是想说 是一书一书的一书 可能我现在 上天知道 我现在的能力 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要一书一书就好了 这样子 我就说好吧 那就是这个数字好了 所以我从那个 那次开始 我就每个礼拜 我就去 我就是都去转 那个注意 一试一试 所以我就讲 我本来是一个 几乎要平民破产的 到现在我已经有能力 可以每个礼拜 我就去拣选 就是不要说拣选 就是我愿意去注意 然后给 就是有能力去发 的人去发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 能力都不一样 其实有的人就很会发 很会很会邀请人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邀请 可能久一点 笨一点 但是我赚钱 可能比较厉害一点 那我觉得我可以 尽量去赚钱 然后我来注意 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各位 感恩幸如 非常传奇的分享 真的是传奇人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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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